美国运输部指出,放宽到每周50班往返的水准,不只代表着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航空市场正在逐步恢复活力,同时也显示出双方都愿意加强交通运输网。 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,美中航空市场先前一度陷入停滞状态。 美国运输部数据指出,早在2020年初,美中双方原本每周允许150多趟客运航班往返,但疫情期间就出现航班数量急剧下降。 此外,美国航空协会Airlines for America也表态支持,不只认为这是市场正常化的重要一步,且支持美国政府应与中国缓慢、逐步以及互惠的重新开放市场。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